全智贤老公继承3.4万亿家业升任总裁 比宋慧桥好命太多 全智贤的老公崔俊贺正式任命为家族公司的总裁 而全智贤也正式升职为总裁夫人 可喜可贺 崔家的家族企业有3.4万亿韩币 折合人民币200亿的流动资金 200亿和3000亿身家的马云比起来 时不算什么 但在韩国 崔家已是超级豪门 全智贤在韩国的地位自然也非同一般 20年前 全智贤和宋慧桥都是红遍全亚洲的超级巨星 但20年后 他们两个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宋慧桥离婚 也重新签约了经纪公司 今后打算在中国发展 而全智贤嫁加入了豪门 生了两个儿子 如今还是韩国娱乐圈的一届 全智贤和宋慧桥的美貌和起点都相差无几 诞生在全智贤有一个超级富二代男友 他和男友青梅竹马 感情非常深厚 众所周知 在娱乐圈会没有背景注定会举步维艰 全智贤有男友帮衬 娱乐圈的路自然顺风顺水 宋慧桥没有崔俊贺这样的男友 在韩国的娱乐圈发展一般 只是位居二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